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初次见三十五 文子精诚 内是内心 护情是符合于情感 事故就是因此的意思 移风是改变社会风气 尖这个字和尖巧那个尖是同样的意思 禁间就是使尖巧恶事不发生 神话神妙的寝于默化 那么这条讲圣人的精诚形成于内心 那么这个内心它是精诚 专精 诚意 并没有夹杂虚位 这个叫精诚 那么圣人的内心是精诚的 将喜好厌恶的标准显现以外 那内心是精诚的 那内心是精诚的 那喜好的 厌恶的标准都显现在外面 发言要能符合情感 这个也就是说 出言要符合人心 也就是人情世故 符合人的情感 让人听到感觉到被关怀的 所以符合情感 好的讲出来是勉励鼓励 那么讲人错的地方 让人感觉那是关怀 为大家好 所以要符合情感 那么发出号令 要能确诵命令之要指 这是发号施令 要能够确实的说中 这个命令 这个法令重要的宗旨 这是我们现在的话讲核心 要能确诵命令的要指 所以这个发号施令 不能不明确 要很明确的命中 主要的宗旨 那大家来听得明白 因此呢 圣人这个教化呢 酷刑惩罚 不能够使风气改变 这必须要用圣人的教化 你如果用这个酷刑 严厉的刑罚 严格的惩罚呢 这个不能够使 社会风气 来改变 来改参 杀戮啊 不能够使尖巧 恶事停止 你只是以杀 指杀 那么这个 也不能够使这些尖巧 不好的事情停止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个 美国 以色列 那么这个 报复这个 哈马斯 那不断杀戮 那最早啊 这个恐攻 美国派兵啊 去攻打 这个阿富汗 攻打伊拉克 那么这个是杀戮啦 用杀戮来停止这个 尖巧 恶事的发生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现在啊 都二十多年了 不但啊 这些恐攻的事件 没有停止 反而啊 争夺了 那么这一次 这个 伊哈战争 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比以前更严重了 所以杀戮啊 不能够使 尖巧恶事啊 停止 只有神庙的 潜离默化 才是最可贵 这个就是 圣人啊 他是用教化的 发生这些 不好的事情啊 圣人就会检讨 我的这个政策 哪里出了问题 哪一些不对 才会发生这个恶事 这个才是解决 恶事发生的 根本方法了 那么 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是必须要学习 这个 无论啊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依照圣人教导我们的 依照经典 这个标准 那么来 改正 问题啊 才能够解决 这个 冲突 灾难 才能够化解 所以这个 诚信 就非常重要了 现在呢 国与国之间 没有诚信 人与人之间 没有诚信 因此啊 互相猜疑 那么 这个世界啊 就越来越乱 灾难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 给我们说明 诚信 它的重要性 好 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